又是一个新的便民服务了 现在智慧型手机很流行 大家人手一只 但是掉了恐怕找回来几率也很低 台北市警局就提供了服务 免费帮民众的手机序号来建党 所以呢 以遗失的时候就可以透过手机序号来找回来 另外警局的网站也提供序号的查询 如果你要买二手机 不妨先上网输入序号 来看看这是不是脏物 你还在担心你的手机不见找不回来吗 现在只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和手机 到台北市任何一间派出所登记手机序号 就能帮你找回手机 在手机身份证到派出所填写申请表 再拍照建党 程序不到三分钟 不花一毛钱替手机加一道保险 手机序号等于身份证 民众可以透过手机内部查询 或输入迷警06警就能得到序号 除此之外 手机建党还可以防止民众买到脏物手机 那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只二手的手机 那我可以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首页这里 那一个为民服务便民查询这边点选 台北市警局提供便民服务 买二手机前先到网站点选失窃手机查询 输入手机序号就能知道手机是不是脏物 在这个手机序号的一个登录 或是商家或是民众有购买到他查询 我们就可以比对出来 把这个你失窃的一些物品 那这个手机就可以花还给你 民众人受一击失窃率提高 为了防止不消业者变卖嚣张 台北市警察局首创网络查询系统 替民众多一道把关 中天新闻杨忠胜 游文琦 台北报道